作为看电视剧和电影的花絮 比看正剧更有热情 觉得花絮更有意思的一类人 日常爱好就是抽时间找拍摄花絮 在花絮里能看到很多有意思的画面 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吧 先来说出唐僧 一提到他 我们想到的就是一个 严守清规戒律的和尚形象 最大的唯一的心愿 就是去西天求取真经 但是片场拍的照片中 有一张他坐在大石头上抽着烟 和剧中的形象很不一样 尤其是穿着僧袍 让人想笑 高恩佛祖 这位唐僧是不是破戒了 在拍摄《荒天喜地七星女》中 很长的待机时间 让小女们觉得很无聊 怎么办呢 就找一个打发时间的好方法 几个人一起打起了扑克牌 太搞笑了吧 实在是和古装不搭呀 在拍摄《楚娇传》的时候 张丽颖有一场戏 是和林更新在坐踏上对戏 没有穿鞋子的张丽颖 直接把脚伸到了林更新的面前 没有脚气还好 要是有脚气 该是一种怎么样的场景呢 除了这个 张丽颖还曾经在拍摄的空档 反正的眼睛就睡着了 白眼汉只有脸吓人 看拍摄《华旭娱乐》姐多多 下次再一起分享这份快乐吧